LZ-W微镜控制全自动拉伸试验机 由18大系统装置所组成 主机系列为高强度 自成立四绿柱框架结构 上置式双向四幅座动器 四绿柱与上下横梁过影无细紧固 在底座上装有高精度复合传感器与下前口相连接 在横梁上装有抽出式光电编码器与上前口相连接 分别用于拉伸复合、硬力速率和前口位移速度的控制和测量 双面平堆一压自动夹具 系统施压活塞与夹紧活塞采用偏心防转发明专利技术 平堆夹持力为拉伸过程中始终以拉伸复合的1.5倍倍率跟踪夹持 具有显著的节能和降噪功能 清洁系统安装以下平堆夹具口底部 可任意设置清理周期 且与拉伸卷同步进行 由传送带、苏运氧化皮和肺扎屑至夹具前方的扎盒内 伺服液压源置于主机的左侧 电气拖动系统置于前门内 在油源左上角设置主油缸和上下夹具的压力显示装置 采用自控插入式油冷气控制油源的温升 主机伺服控制阀组和平推夹具高压同步控制阀组 集成于油箱底板上 CTS-550控制系统置于油源后左上部 转盘式自动输样系统台面上装有弹夹式定位架 释样按序定位摆放后由下部箱内的伺服机组 自动将手跟释样转送至初始带抓样位置 侧龙门架是自动装卸机械手系统 由水平和垂直四伏电缸 双导向感气缸和旋转缸等组成 机械手无锡更换手指 既可夹持不同厚度的释样 在侧龙门架的后部箱门内 分别装置气导中控系统和机械手PLC承控系统 标准释样自动校准装置 在美班正式试验前 自动将标样送至机械手下方 机械手抓送至对中测量工位 自动实现双截面尺寸校准 释样自动对中系统和释样双截面自动测量系统 位于主机和转盘式输样台之间 机械手将释样送至对中工位 专用机械手夹紧释样并旋转90度松开 对中装置自动进入工位 完成不同宽度的释样中线对中后退出 测量自入机组 驱动夹持释样的专用机械手自动进行三点或多点测量 机械手旋转退回时 进行另一截面的测量返回至带抓样位置 在主机前方设置两部断样车 车内隔板两区分别为合格断样舱和不合格断样舱 计算机系统自动识别断样状态 并由机械手分别卸置两舱内 擒台式计算机主控系统可进行释样信息输入 并可控制测量采集 存储或与局域网连接进行信息上传 PLC触摸屏系统 主要用于系统分布调试和手动控制 实现全部试验过程 便于对特殊释样的拉伸试验操作 在主机后部设置纵向自动引伸剂和承控自动进推装置 引伸剂自动进行标具调整 释样夹紧后 纵向引伸剂自动进入前口牵锤中线 自动闭合并夹持跟踪测量至施氧拉断 自动松开夹持臂退回至初始位置 全自动拉伸试验机 在开始试验前 先将备撕释样按序摆放在转盘输样台上 按下控制台上的初始位置按钮 设备进入自动试验状态 首样自动传送至机械手下方 与此同时 校整装置 机械手 测量装置 自动运行完成尺寸校准 机械手自动抓取手跟试验 运送至对中测量工位 试验对中和测量完毕后 机械手继续抓取试验 运送至拉伸前口牵锤中线 平推甲紧 纵向引伸剂 自动推进至前口中线 夹持试验 工作活塞自动施力拉伸 在拉伸试验过程中 机械手自动返回至转盘工作台 抓取刺根试验 送至对中测量工位 四根试验的对中和测量 与上根试验的拉伸同步进行 机械手违反至主机前 等待卸样 试验拉断后 纵向引伸剂自动张开并退回 机械手分别取出下断样和上断样 系统自动判别合格与不合格试验 丢入断样分解舱中 卸样后 机械手由对中测量工位 抓取刺根试验 继续进行试验 由于转台数样装置 外设安全防护衫 且具有270度范围的装样空间 可实现安全便捷的试验续装 LZW系列 危机控制全自动拉伸试验机 拥有10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明专利技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